没有所谓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 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 他们只是被活埋了 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 我们爱的时候,对痛苦最不设防 一个女人永远不会想和一个不懂她暗示的男人发生性关系 梦的内容乃是欲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 感情的冲动更接近于基于性本能的欲望冲动 女人应该使男人变得温和,但不使她变得软弱 你的弱点会孕育出你的力量 凡存在这禁忌的地方,就必然有潜藏的欲望 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想要自由 因为自由包含责任,而大多数人害怕责任 有一天挥手往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些奋斗的岁月是你一生的精华 宁肯听任自己失望,也绝不乱存奢望 对自己极端诚实是一种很好的练习 人可以防御他人的攻击,但对他人的赞美却无能为力 一句话可以赐福于人,也可以把人逼入绝望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逃避惩罚和得到快乐 成熟是延迟满足的能力 没有口误这回事,所有的口误都是潜意识的真实流露 当你瞧不起一个人的时候,这种轻视一定能够被感觉得到 那他就会做出某些事情来自卫 任何无关健全的人必定知道他不能保存秘密 如果他的嘴唇紧闭,他的指尖会说话 甚至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背叛他 梦主要是我们白天里的思想和行为的残余 在灵魂中涌动翻腾 童年时期的冲动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梦中 甚至可以说,我们梦中表现出来的欲望和欲望 满足都来自于童年 每一个梦都起源于第一种力量,欲望 但受到了第二种力量,意识的防御和抵制 唯一不自然的性行为就是没有性行为 禁欲对身体是有害的 严重者,男女皆可出现神经症病状 如失眠,食欲不振,性格孤僻,以发无名火等 这是一种性抑郁的表现 女人越是轻浮放荡,就越是男人爱得发狂 同这种女人相爱,往往使她们浑潇骨酥,不能自拔 但一旦爱上之后,又要求她们对自己忠实 女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是永恒麻烦的源泉 但她们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种那一种很好的事物 没有她们,情形会更糟 人类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实看作虚妄的 然后就轻而易举地找些理由反对它 对于成功的坚信不移时,常会导致真正的成功 良心是一种内心的感觉 是对于躁动于我们体内的某种异常愿望的抵制 人的内心既求生也求死 我们既追逐光明也追逐黑暗 我们既渴望爱,有时候却又近乎自毁地浪至手中的爱 人的心中好像一直有一片荒芜的夜地 留给那个幽暗又寂寞的自我 有爱的人都会变得谦卑 可以说,那些有爱的人典荡了他们自恋的一部分 我经信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 一切心理活动皆由潜意识的冲动或社会对这以前意识的压抑所造成 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 对于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和爱 为了工作和爱要节制自己的欲望 以免伤了人生最重要的适合人 而人生最不能要的两样东西 不该拿的钱,不该要的感情 我们始终节制着自己,以便保持我们的纯正 这种对自然本能的不断压抑,给了我们某种优雅的气质 文明只不过是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 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的结果 制度等的总和 笑话给予我们快感 是通过把一个充满能量和紧张度的有意识过程 转化为一个轻松的无意识过程 人不是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死 就是在无意识中确信自己不死 当你做小的决定时 应当依靠你的大脑把利弊罗列出来 分析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你做大的决定 如寻找终身伴侣或寻找理想时 你就应该依靠你的潜意识 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 必须由你的心灵深处的最大需要为依据 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 它是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 经过一番加工而形成的产品 当一个人处于不能克服 无法避免的痛苦中时 就会爱上这种痛苦 把它看成幸福 精神分析的证据表明 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很长的 几乎每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中 如婚姻 友谊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都沉寂着嫌恶和敌意的感情 只是由于压抑而感觉不到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